身陷情网 危机重重 这里躲一下 你现在成什么样了 为了个娘们 给予财色 他这么大买卖他又不干了 我还想干呢 绝命诉求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我想让你带我走 犯罪团伙暗必各怀心思 这个地方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 古法栏目剧三集迷你剧 血钻第二集正在播出 他们从十五年代 从十五年前开始就结伙作案 判犯以赞介绩 骗血受害人兴趣 还有一名女性 其真实身份还未确定 大哥 我觉得这女的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王小姐 我可以不杀你 但是你得跟着我干 好像还存在着第四个犯罪行人 你这干部啊 有个重量 我现在对你的状态特别不放心 你手当我死了吧 这次是咱们全国的公安系统统一行动 追捕那些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咱们是一条身上拴着骂着 舍了一个都得完蛋 你们俩咱俩分手吧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昨天的故事当中 我们讲到了一颗传奇的钻石 失踪了很多年 又突然间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 这颗钻石被人起名叫伊莎贝拉 据说她的背后有七个女子 因此而死于非命 这枚钻石 现在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这个女人叫林燕燕 林燕燕的丈夫周子谦 是莫成士有名的富商 周子谦还有两个兄弟 帮她一块打理生意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真实身份 他们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秘密 就像昨天您了解到的一样 这些人就是警方要寻找到的犯罪嫌疑人 此刻 警方从一名幸存的受害人的口中 隐约得知 第四名犯罪嫌疑人的踪影 在这个过程当中 周子谦感觉到自己的妻子林燕燕 和二弟陈佳琪 似乎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得知了警方追捕的风声之后 周子谦这只老狐狸的行动 也更加谨慎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警方 我们的刑警队长铁城 能不能在重重迷雾里 找到狐狸的尾巴呢 坐 坐 昨天我情绪不太好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才能理解 你不用管我理不理解 我就想要个理由 是我不够好 配不上你是吗 还是你本来就想玩 我现在玩腻了 你觉得我怎么想的吗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当我死了吧 要是真死了 好歹有个说法 现在不明不白都算什么呀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啊 大哥带我出去做生理 我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一块去啊 反正我自己在这儿打工 我谁都不认识 你带我去怎么了 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 还不行吗 不行 大哥说了 不同意我们再见面了 为什么呀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张口一个大哥 闭口一个大哥的 你要是不爱我 你就直说 你干嘛老拿你大哥压我啊 对 我就是不爱你了 我还不想说 非逼我 好好告诉你 烦了 累了 不想陪你玩了 咱俩不合适 我不想跟你耗时间了 明白吗 林哥 咱俩完了 喂 老三 干嘛呀 小林 你在里躲一下 听见没有 我为什么要懂 听我看你大哥讲什么样 小林 你如果还想好的话 你就听话 听见没有 你们没在酒楼啊 今儿我彻底给您带来一哥吗 以酒伤 大哥 这批货真不错 给我的都是友情价 老三 老三外边有点事 有话一会儿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嗯 好少时间不过来了 过来看看 干嘛 八百天的 听一听 哦 你就不这两天想履履一仗 顺便给店里打小伙 放个假 好经理 人情话管理 嗨 想到我呗 男子汉 男子汉 遇到什么事都不能急 咱们现在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不是大哥 非得要管你 这个时候 当端不端 必受其乱 明白 大哥 你还不了解我吗 胆又小又谨慎 您放心吧 大哥放心的就是你 要不是现在风声仙 大哥不为难你 谁没有点儿女私情呢 戒指呢 没戴 不想戴 戴着吧 你戴着挺好看的 你要给我买啊 我戴着更好看 我给你买 今儿怎么了 平时给你买东西 你都不要 那得分什么东西啊 你要给我买算计啊 我戴着 更好看 我一定要 我给你买 你敢戴吗 你老公看见了 我戴着你 我看啊 还是先戴着你吧 差了吧你 哎 他们不一定谁戴了谁呢 早就想戴着你王八蛋 吹 垂牛吧 你就 哎 那叫十一流氓 老子从小在这片混 一巴石一把尿 弄个洗浴中心 我容易啊 我 哟 你这洗浴中心 可真够脏的 气得干净嘛 你就 哦 就探得温泉干净 我刚开洗浴中心 这孙子立马在我旁边干温泉 老子大人大量不跟他见识 搬走 刚看上一门脸 嘿 他又抢走了干酒头 你说这一外地人想干嘛呀 来了就起我脖子上 让我让人活了 逼着我弄他嘛 哎 我说你到底是弄啊 哦 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欺负咱俩 哼 哼 太敢欺负你 嗯 可不是嘛 他对我啊 连我宠物都不如呢 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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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管不管 你说怕呀 啊 二 咱俩聊聊呗 聊什么 我总觉得你 现在好像有心事 没事 真的没有 真没事 那我求你件事 大哥 什么求不求的 有事您说 把这小地儿关拢 给我关了酒店去 高兴吧 哥 真没这本事 还是让老三来吧 老三 一个月 给我喝黄罗 哥 其实老三 现在也没怎么喝 老二 你最知道 大哥心里的顾虑 顾虑归顾虑 这么些年啊 我还想明白一个道理 这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这人呢 斗过老天爷 老二 这不像你说的话 跟我来 你看看 看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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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现在成什么样了 啊 为了个娘们 搞得你病病歪歪的 至于吗 哥 跟你们没关系 我告诉你老二 咱们能活到今天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谨慎 别以为 实验场上都忘乎所义 你以为你比我干净吗 你不怕死 可有一帮弟兄 你自己要考虑后果 大哥 我已经是个死人 你来 我给你看点东西 海证 不 对吧 这是 不是 不 不对吧 哥 走 出去走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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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了 别再给我打电话 咱俩已经分手了 你别死皮赖脸 老缠着我行不行 你就当我死了吧 不要走 不要走 队长 不要 怎么样 你那儿又有新消息了吗 没有 黄红冰家里人也没有消息呀 该问的 该查的 我都查了个遍 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们那边啊 也没什么收获 已知的犯罪嫌疑人 线索都断了 又多出来一个 队长 你说的那个情况 我们也仔细研究过 但是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 存在的第四个犯罪嫌疑人 以前办案的时候 嫌疑人是越抓越少 这回可倒好 越查人越多 人越多 破绽就越多 你就不相信 大活人能凭空相失 怎么了 碰到这么点困难就尿了 尿都没有 就是感觉有劲使不上 憋得我 干咱们这行的 有劲就没有使不上的地儿 大家都精神精神 如果找不到突破口 就从头开始 所有人动用自己的 所有关系和手段 就在咱们这一片 决地三尺 也要给我找出来点什么 明白吗 明白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知道 花多少钱我都知道 我还真有个想法 你说 我想回家 回家 对 我不想死在外面 可是有的时候 这个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别说你回家了 你就是在家猫着 警察也有可能 从你这打开绝口 老大 这么些年 我什么要求都没提过 我就这么一个想法 老二 你给我说 你是不是想回家 看老爷子 我跟我爸早就断绝父子关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是信不过你 我觉得你心太软 大哥 我跟你保证 我回去以后不跟任何人联系 行吗 我就不明白了 你既然回去不联系任何人 回去还有意义吗 那我也不明白了 为什么老三去年刚回去吧 他能回去我就不行 老二 你的意思是 我不公平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你自己就能回去 我就不行 老二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将我 你这么看我 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就想让你一碗水端平 一碗水端平 怎么平 现在跟往年不一样了 我跟你们说过 这次追的就是咱们 你也得为我想想吧 大哥 算我求你了 我这是回去死去了 这次真的不听哥哥的话了 哥 不是我诚心不给你面子 这是我这辈子 最后一个冤枉了 老二 该治病治病 该回家回家 等我安排好了 我动着你 我动着你 孙子 好兄弟 宝贝 你说周子谦 真的想把酒楼交给 五老三吗 没听说啊 应该不会啊 怎么了 怎么会不会 为什么不会啊 你看你那样 怎么好像搞得 跟你们家买卖似的 这不就好奇问问吗 你说你这么大买卖 不能搁几个争的了吗 你看他那样 他会让自己人争起来吗 他整天疑神疑鬼的 我恶心死了 你这真的忍心 让我这么受苦吗 都这样了 干脆离了呗 听话 你先回去 等我这边事了了 就回去找你 我跟你一块回去行吗 不行 你留在这儿 我也不能来见你 当然了 更不能让大哥见到你 你们到底做什么工作啊 说话那么吓人 都是生意场上的事 就不要问了 这张卡 你拿着 这里面有三十万 回去以后 先取十万 给我爹送去 还有一个老太太 是我一个亲戚 你再取五万 给他送去 就说是他孙子送给他的 剩下的 你干嘛呀 这个钱你应该拿去看病 看病的钱 有大哥出的 林子 你帮我把这件事办了 就是聊了我最大的一桩心 老二 陈佳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内心对过往开始后悔 而且更加坚定了他要回家的决心 我想回家 在外逃了十几年了 陈佳琪觉得自己没脸回家 也不敢回家 其实这些人无论他们做什么 内心的恐慌不安都掩盖不住 这老大周自谦害怕陈佳琪 回家探亲会暴露自己的行动 为了稳住陈佳琪 他满口答应 其实他是另有打算 陈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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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手拿过来 来 把脚给我 疼 疼 自生自滅 不被炸死就会选死 我这是回去死 为什么老三去年刚回去 他能回去我就不行 郑王爷了 不是说叫你少出门吗 我不知道你回来 我刚才出去吃了可饭 接着呢 我刚才在外面 有个男的 总是鬼鬼祟祟的盯着我 我怕不安全 摘了放在包里了 这几年跟着我回去吗 咱俩虽然是名义夫妻 但是 这么多年 我没有沾花惹草 对你的父母 我也非常关心 我知道 我不委屈 我不委屈 我真的不委屈 说一千到一万 我进到了人之一尽 你知道吗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所以要好好活着 活着就得让我放心 就得让我信得过 这带血的戒指 就是好看 对黄红兵团伙的调查 进行的异常艰难 压抑和焦躁 充满着我的内心 黄红兵确实像一条狡猾的毒手 躲藏在阴暗的洞穴中 窥视着我 我焦急地盼望着下一步的行动 我出去一件 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 收拾东西干嘛 过几天出国 什么 出国 这 这个时候出国 那不是太危险了吗 危险在出去的 小腾小腾 真的是去旅游 我那么多干什么 周总走 那边来也好了吗 您要的急 临时看了块地儿 就等您过目呢 走吧 好嘞 欢迎光明 欢迎光明 艳艳 艳艳 怎么了这么急 你让我过来 想我了 我想让你带我走 老板 请进 嗯 嗯 还行 都是按您的吩咐值班的 您看看少什么 我在这天 这个地方 还有谁知道 这部老婆一亲戚 早年天盖的 一直空着 我是用我的名义租的 这次手机没信号 他一年也来不了两趟 我租下来 他高兴快了 所以以后让我随便用 他不会过分 嗯 没信号好 清静 对 老板 用不了这些 拿着吧 幸福好一天了 那我就谢谢您了 哎 这个地方 不许有第三个人 知道明白吗 明白 明白明白 生不下的事 办怎么样 都办了 你放心 绝不无你事 失聪之后 还有你的好处 我肯定办好 我这家老小 都扬当了您道路来 你什么意思 周子谦 怀疑你了 他已经开始安排 我和他那两个兄弟 出国了 出国 出国也得回来不是 听他那意思 没打算回来 不能 这么大买卖 他不要了 他走了 剩下谁管 他那人一心重力呢 具体谁管 我也不清楚 总之 肯定是安排他 信得过的人呗 他除了那两个兄弟 他也没什么 信得过的人 都走了 你说 这生意 总不能交给外人管吧 我说你到底是 关心我 还是关心他买卖啊 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你还在那 事不关己事的 你以为 我被发现了 你还能好得了 他发现能把我 怎么着啊 你别在那光说大话 他是什么人 我比你清楚 他要是急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总不能 我跑回去拦着他 不让他带你走 那你带我走啊 咱能说点靠谱的吗 我带你走 走哪儿去 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是 我拎着包 倒是能走 走了以后 咱吃啥呀 我实话告诉你吧 他现在 可是一门心思想出国 咱们总可以 躲到他走了以后 再做打算也行啊 这说什么呢 贴上一拳 低下一脚的 我说梦了都 我就不信了 他这么大生意不要了 抛家舍业的 就一门心思出国 他这么大买卖 他又不干了 我还想干呢 他不会是 干什么事的 我说你能不能 别瞎猜呀 我问你 你到底管不管我 宝贝啊 没事 听我的啊 咱俩消息两天 过去了 没事 我说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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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叔叔 您好 您是陈佳琪的父亲吗 不是 是他叫你来的 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 我是他朋友 姑娘 我告诉你 我不是什么陈佳琪的父亲 我也没生过那个畜生 你回去告诉他 就说他爹已经死了 叔叔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前 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他毕竟是您的儿子 而且佳琪特别关心您 他现在自己来不了 所以特地叫我先来看您 让我把这个给您 我用不着那个畜生的钱 我跟他已经断绝关系了 我是死是活 都跟他无关 叔叔 佳琪他 别给我来这套 我不是什么陈佳琪的父亲 你 你现在就走 把这钱都给他带回去 要不你就自己留着 我不管 反正 别再跟我提起他了 他得了癌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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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他得了癌症 半期 估计没多少日子 昨天啊 他怎么不自己回来 哪怕让我骂他进去 跟姐姐恨也行啊 我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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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灵子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回来 让爸爸见你一遍吧 儿子 你回来 总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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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应的 给家琪治病 叔叔 他答应我 他会回来的 姑娘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孩子 你也是真心喜欢他 叔叔 我求求你 好好照顾陈家琪 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叔叔 我想多嘴问你一句 你们父子俩都这么关心对方 为什么非要断绝关系 连名字都改了呢 哎 有些事啊 我也没法跟你说 哦 这些钱是他这几年寄回来的 我也用不上 回头你一块都拿着 这钱是他偷我带给您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完成他的心愿 您先收好了 我一会儿还要去老奶家看看 问您放心 等他回来 我一定让他来看您 喂 喂 自圆兄弟 我呀 啊 怎么着 那喝点 cama 黄豆大小 水滴壮钻石 周围缓前一圈碎钻 芝麻大小 这么大行 吃 我拎着包 倒是能走 走了以后 咱吃啥呀 咱吃啥呀 你好 欢迎光临 看首饰吗 随便看看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儿会收首饰吗 黄金可以回收 其他的可以让专家来鉴定 那专家现在在吗 在 您稍等一下 好 谢谢 校长 回来了 来 都过来碰一下 你拿着什么东西 我呀 在网上找到了一篇报道 可能跟他们作案时 使用的那枚戒指有关系 这个是咱们这儿一名企业家的访谈录 他平时喜欢收藏 曾经提到过 十年前 第一架转让过一枚钻戒 我觉得 可能就是黄红兵 用来引诱受害人的那枚 您好 我想请您帮我看看这个 这是您的吗 不是 是我朋友的 让我帮忙来看看 您朋友打算是 就是想看看它的价值 这枚戒指 可是很有来历 它有个名字 叫伊莎贝勒 伊莎贝勒 对 据我所知 戴上过它的人 结果都不是太好 您要是不信 您可以去查一查 看我说的对不对 别受伤 您就直接告诉我 它到底值多少钱呀 以我个人来看 它最少值这个数 五万 五百万 把他从手上摘下来的人 没有好下证 神秘钻石 惊人血案 他们从十五年前开始 就结果作案 抢劫叶总会的陪侍人员 别出事 随后再杀人灭口 以后 真的是嫂子找的我呀 来 滚 他就是看着咱们死 也不可能让你摆脱他的控制的 利益与命运的纠缠 他们是一条身上拴着骂着 舍了一个 都得完蛋 绝地三尺 你要给我找出来 我杀了六人家 虎法栏目剧 血钻 我今天就是死了 你还不了 当年涉嫌杀害七名女子的犯罪嫌疑人 都已经改头换面 摇身一变过起了另外一种生活 他们想 他们的罪恶似乎能被掩盖住了 他们四人共同绑架 抢劫他人钱财 谋害他人性命的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 以路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刑 或者没收财产 致使被绑架人死亡 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 抢劫致人重伤 死亡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初林燕燕 也就是王荣 在受到威胁恐吓之下 加入了犯罪团队 那么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林燕燕 并没有直接的 参与到绑架抢劫和杀人当中 那么她的这种情况呢 属于协从犯罪 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法律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在量刑时 可以按照其犯罪情节 适当减轻处罚 或免除处罚 化名为林燕燕的王荣 如今和化名为周自谦的黄红兵 名义上是夫妻过着外人 看起来风光富足的生活 林燕燕对周自谦 其实心里是 终有一种恨 现在当然心悔意冷 陈佳琪也渴望摆脱这种 提心吊胆的 不是人过的日子 她需要生活 需要爱 需要亲人 而周自谦 其实早已经是惊弓之鸟 只不过 她表面上装作波兰不惊 现在她每时每刻 都在策划着阴谋 她开始为自己谋划退路了 另外一边 铁城队长他们已经发现了 新的突破口 大网正在一步步收紧 那么十几年前的这些连环杀人案件 到底能不能成功破获 那颗带来如此多血案的钻石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明天请您收看大结局 后天去台湖 拉尔 你的事得往我退退 我没时间了 我 他到底值多少钱呀 五百万 找到这个人 调查具体情况 他就是看着咱们死 也不可能让你摆脱他的公职 我的人 死了都是我的人 我不会拿给你的白骨了 我什么力不得你 放下武器 武器就是死了 你还不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昭伟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